大家好,欢迎来到Sara Art Studio 我今天叫大家画一幅色彩装饰画 今天这幅画我们首先选择一个红色 然后呢我们用大的笔刷 平着将这个红色涂在我们的画面底部 再逐步的添加白色 让颜色画出一个渐渐变浅的过程 然后呢拿出一只小笔 用我们画的最深的这个红色 从下往上拉出细长的线条 可以是曲线 曲线呢可以随意一点 我们要画的是花的枝和花的茎 重复这一步骤 把这个画面上画出尽量多的花茎 画出一种野外的那种花木生机盎然的感觉 注意画的时候呢要有高低错落 那么意思就是有的要长一点 有的要短一点 有的要往左偏 有的往右偏啊 这样才能够画出花和草的这个生命力 因为它们是在野外生长 没有人会约束它 随着它生长的方向呢 它们会呈现一个比较自然的比较随意的方向 然后呢我们在画面的顶部画一个蒲公英 画蒲公英的时候呢 我先拿线笔画出两个铜心圆 里面是一个小圆外面是一个大圆 然后用描线笔在里面用Scribble的方式画出 五公英的圆形 之后呢我撕掉左右两边的Tape Tape的作用呢是有一个保护我们的叶边具 让这个底色呢不涂出去 但是我画的时候呢我会让我们的花木稍微的出去一些 所以我把左右两侧的胶部先贴掉 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观察 野地里面有一些花草是什么样的状态 哪些我们觉得是好看的 就可以把它模拟地画出来 在画蒲公英的时候呢 我把铜心圆从外往里画像太阳一样放射的线 同样的方法多画几个蒲公英 之后呢我拿出了蒲公英 拿出描线笔粗的一头啊 以上下垂直的方式点点点 把这个点点点的外面多中间少 这样能够画出它的立体感 同样的方法画出其他两多不公英 在我之前画的野草上面 加上细线来给它做装饰 现在我在画的呢是一种会长小果子的野草 我在每一个的尖端上 尖上一个小小的黑点 让它以左右互相增加的这个方式 像一个小梯子啊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生物学院把这个叫做轮升啊 像排队一样 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啊 同样的方法可以多画一些 好 现在这是为什么我把tape先接掉一部分了啊 因为我希望这画面看起来更活泼 所以我会画一部分的这个花木深到底色外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大家要自己来调整自己的构图啊 我整体的构图是从中间向两边 然后让它感觉花木茂盛 有一点往外绽放这样的一种感觉 在自己觉得有点空木的地方稍微加一些 因为整体我们留的空白呢 是上面 就是画面的上面部分 所以下面我们要进入的方式 好 画了这一步呢 我们的课程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 我们下一次课程再见啦 对 感谢观看